拜登总统最近推出一项新的政策 针对中国进口到美国的7类的产品 纷纷增加关税25%甚至超过25% 在重点的电动汽车 这样的我们节目当中反复讨论的这个话题上 他把电动汽车的关税进口 从25%提到了100%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美之间的贸易战的全面升级呢 那这是否也意味着在选举年 他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美国选民的选票 以及中间选民的支持 他是否不惜伪掉他之前攻击前总统川普的话 把在川普开始的贸易战 把它更加的来升级了呢 我们今天就来谈谈 重点是在于因为这样做 是因为美国反复的向中国提出中国的产能过剩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呢 也是由全世界很多国家的领导人 特别是多位欧盟的领导人 向中国的领导人当面提出 而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呢 也针锋相对的提出来说 中国产能的过剩是一个伪命题 那么它究竟是不是伪命题呢 我们也会就中国产能过剩来进行讨论 这七个产业都是所谓的成长产业 或者是国安相关 第一个半导体 第二个电动车 第三个电池 第四个太阳能 第五个钢铝 之后呢 另外还有注射器 还有一个呢 就是桥式启动机 所以产能有没有过剩呢 我想大家可以来讨论一下 只不过电动车 全世界我怕产能都过剩 因为呢 全世界有400个模型的汽车 电动汽车的纪念机 我们一路讲 讲了一两年了 就是这400个电动车模型里 我猜大概最起码300个到350个 是英文会绝本无归的 那中国里头就有100家 还不是100的模型 这个肯定 你要说它没有产能过剩 恐怕也不大合逻辑 那另外半导体呢 我们也知道 前几年也因为紧缩 所以中国就盖了一海票 几十做的芯片工厂 当然不是这么先进 因为先进反正也拿不到 但是你说它产能 我不敢说有没有过剩 但绝对不是产能 严重不足的情形 这个太阳呢 那更是应该是众所周知的吧 所以就这个民主来讲 美国选的产业可能也不能说它选错了 当然你可以辩论说要这么重吗 怎么样 你怎么看 仔细分析一下这七类的话 其实有几个和这一届白宫特别强调的什么全球气候变化 其实是有关系的 比如说电动车 然后太阳能板 似乎好像都是对环境 全球的变暖的这些事情有一定的影响 可是我们就看到 就是说真的在实行起来的时候 身体和心里头想要的还是互相不匹配的 然后更多的这个背后反映的其实是一个确实是国与国之间的贸易的这样的一个冲突 然后包括就说本国内部政治的一些动向的外部化 我相信独论对中国也好 还是对美国也好 中国为什么说 就是至少西方人说它是产能过剩 我觉得这个事情说起来也挺复杂的 首先说确实是中国传统上过去几十年的这种高速增长 是因为投资了外贸再加消费 其实消费始终是比较弱的一条腿 在投资很多的西方华尔街的这种投资从中国撤出 然后中国的民间资本又在近年实际上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压制之后 就有一点点走下坡路 外贸更是因为在川普上台之后的这种保护主义 把一些关税提高之后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本来中国是非常希望说能够提振自己的内需 形成内部的一个循环 这样的话你有很强的这种制造业的能力 你各行各业 你所谓的全产业链都在的话 如果你的人民可以安居乐业 把你制造出来这个商品 用在自己好好的生活账上 其实仍然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经济体 然而其实中国百姓为什么不能够去这样做 跟这些年其实一直病态发展的房地产是有很大的关系 另外一方面也表明着就是说中国百姓对未来的一种不确定性的这种预期 使得他们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存款拿出来去消费这些 他们能够做出来的产品 在这样的一个很复杂的情况下 中国又因为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这种博弈 地方政府原来本来可以通过卖土地就轻而易举能得到的一些收入 就变得越来越少了 他们仍然看一看自己手中还有什么权利 其实就是对国企的这种控制 他更希望说把这些自己的话语权和自己能够抚养自己的一些东西 转移到资源倾斜到国企里头去 从而进一步压缩了这种中小的民营企业的这种空间 所以我们看到的近期的情况就是说中国加大力度在这个钢产量也好 铝产量也好 甚至电动车也好 太阳能板 电池也好 这些都是通通的加大了制造的力量 而他自己本身又不需要这么多 那就会对整个的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形成巨大的冲击 而美国呢 首先说有这样的一个汽车工业需要提振的为了大选至少 对吧 为了在密歇根这样的一个摇摆州能够得到选民支持 两个候选人都拼命的去讨好这些汽车工业的这些领袖也好 他的工人也好 所以一定会在这个电动车上狠狠的去加关税 半导体上这个涉及到是两国直接的 其实是对一个自身安全的一个考量 美国特别害怕 就是说在唯一几乎还是在领先的这样一个东西上 被中国再继续赶超 然后他在军事上的这种 以后可能的所谓的什么超声的导弹也好 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科技上都害怕去落后 但是最有意思的是说注册器和针头这样的一个 看起来没有太大技术含量的东西 也被放进了一个要被征收50%的新关税里头 那个东西我相信不是很值钱 就是说从也许他用的量很多 但是他的价格其实跟其他这些半导体电动车是不可比的 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也是在疫情当中学到的一些教训 就是说美国已经如此的依赖于中国的商品 以至于这些关乎到人民基本的健康安全的一些小产品 都可能已经做不出来了 那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这样做有一定的理性了 是的 那实际上我们为什么会讨论中国产能过剩这个词 实际上大家都以为说是4月份耶伦去访问中国的时候 像中国的领导人在当面提出来了 并且来举了三个产业的例子 具体说明太阳能板电池汽车等等 说出中国的产能过剩 但实际上产能过剩的讨论也好担忧也好 那么是长期广泛存在于中国自己的官方语境和媒体舆论当中 换句话来说 他自己就已经不断的来讨论了 比如说去年年底召开的一个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他就指出要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 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 什么挑战呢 其中包括部分行业产能过剩 这是他的原话 也就是说他承认已经是部分产能过剩了 然后他今年三月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 又对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提出重申 换句话说他自己的话术 然后同时的话来看数据来看 2023年年末 我们来看中国在汽车制造 电脑的通信电子 纺织品 食品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和电器机械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 甚至是低于2016年末 2016年末是什么概念呢 那个时候已经是很糟糕了 产能利用率越低 说明你产能越过剩 而16年 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就提出 就叫在供应策来进行改革了 什么叫做供应策进行改革 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供大于求 那你的供应的地方 你要来改一改 不要去生产那么多的东西 所以这实际上是早就可以追溯的 2016年的东西 那么在三月底的时候 中国自己的财经的媒体 叫做财新 他就说了 他说这一轮的产能过剩 于前期各地政府竞争激烈 纷纷给出产业政策补贴 不无关系 意思就是地方政府 就拼命往里面去补贴 或者去扶持 他的当地的企业 包括电动汽车的企业 然后他希望能够推动 本地的GDP的产出 和税收的增加 以至于他纷纷去相中了一些 所谓的前沿的行业 这些前沿的行业 就包括电动汽车 计算机 通信电子 电器机械和医药制造 我们知道说 在过去 因为美国对中国 在芯片技术上的一些限制 中国不是常常喊 我们要全民造星 对不对 那么这个全民造星 不仅仅是 那个时候的一个口号 其他在早 在很多年 中国政府也希望 能够把芯片 作为像其他的 像太能板 或者是电池 或者是汽车一样的 能够通过群众运动 各地开花来进行 你可以看到 各地的政府都纷纷的 就开始来 自己来造芯片了 各个的 这些中国的这个民企 国企 也都开始造芯片了 那么 你就可以看到 这些前沿的行业 很快的吸收了 大量的资金 然后呢 就开始出现了 很多的产能 那你说这些产能 是否是 最高级的产能呢 也未必 我们在芯片上 就可以看到 但是呢 产能过剩 它所带来的风险是什么呢 特别是在这些 具有全球供应链特点的行业 比如汽车 比如说汽车 你可以哪个国家 都可以出口啊 而不像中国过去 比如说煤炭啊 水泥啊 这些 这些是他们 国内内部的产能过剩 并没有办法去影响到 全世界的 因为他没有办法去 出口大量的煤炭 美国就不烧煤 或者少烧煤 所以他没有这样的一个市场 所以尽管中国的煤炭 产能过剩 它影响不了全球市场 现在不同了 这些所谓的前沿行业 它都有全球供应链的特点 一旦它开始进入到全球的市场 那么它就会造成很大的搅动 那么讲到底市场嘛 也就是谁的东西好 谁的价钱便宜 物美价廉 那么它应该生存 这个就是市场的规律 我们都承认 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承认 可是中国在过去 它所做的包括钢铁 铝财等等的 它已经在这些方面做了一个 我们叫做倾销的动作 什么叫倾销啊 就是它不惜成本 哪怕是赔钱 它都以低价要去占领国际的市场 那么这个本身来说是违反经济的 特别是自由贸易的经济规律 那你说它不傻啊 它为什么要降价去卖它的东西 以至于它不惜血本 甚至亏本的情况下 它去卖这些东西 是因为后面有中央政府和各地政府的经济补贴 以至于它可以作为企业来说 它还可以生存 我们知道在中国长期实行的一个政策 就是它的产品如果一旦出口创汇的话 那么这个企业在国内会受到中央政府的奖励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显然就是拿一个国家的实力 好去跟自由市场上的那些私有的小型的企业来竞争 很容易想象最后被击垮的 都是这些自由世界的小型企业 那一旦这些企业都击垮了以后怎么样 然后就达成了一种的垄断 然后这些由国家支持的这些企业 马上就可以形成一种的垄断 这绝对不是健康的市场秩序 这也不是各个国家所希望看到的 难怪美国常常会有反倾销的调查 就是要调查说 你的生产成本是多少 你现在的卖价是多少 你有没有达到倾销的标准 如果有达到倾销的标准 我怎么办 我就不让你倾销 因此在你进口的时候 我就把你的关税提上去 以至于到最后消费者一看 原来你也不那么便宜 因为加了关税以后 你并不比本地的产品便宜 于是我不买你 这样可以把这些倾销的产品 挡于国门之外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说 为什么产能过剩 它不仅仅是一个国内的问题 就好像中国政府始终强调说 我们有产能过剩 我们要解决这个产能过剩 它现在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一旦这些过剩的产能 希望通过请销的方式 去请占全世界的市场 那么会对全世界的这些行业 造成一个墨顶之灾 的确中国这几个市场 看得出来主轴 美国贸易署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Office USTR 它事实上选定的这七项产业 都是以能够在美国制造 这一点来讲 现任白宫政策倒是前后一致 我们可以另外来讨论 这个onshore重新回美国制造 哪些地方做的成功 哪些地方做的不成功 怎么可以做的更好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但是它的确是围绕 这个US Manufacturing 因为我现在在的这个产业 也是与制造有关 所以这也是蛮清楚 所以为什么墨西哥你看 这个很多中国工厂区 那又是另外一个话题 但是我们讲它这个贸易董署这个政策 它当然它这个季期大期 也是根据50年前 1974年的这个贸易政策 这个Section 301条款来季起来 刚才少年讲 就是这个中国国内 这个产能过剩 变成全世界产能过剩 这也没夸张 因为不少产业 整个的生产 中国都占生产一半以上 所以当它把这个产能失衡 不断毁坏了国内自己 把国际也都毁坏 那么别说是在选举年期间 不是选举年 这也是受不了的 因为这些都是相当程度影响 这个美国民生 当然欧洲啊 还有一点点 不知道是 是浪漫主义 还是嘴硬 还是就是愚蠢 这个德国呢 这个对于电动汽车 都还是 反正充满性质竞争 那根本就是没见过中国的厉害 当这个国家跟你补贴的时候 你这个私人企业 不管你是双逼和哪一个 都不可能去加以竞争 所以这个市场失衡 非市场机制 股质力的问题 真的就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 或者国家 市场是国家资本主义 产生出来的结果 那么这个问题 也只好用 其他的国家机制 来加以反制 那当然了 这个事情是会升级的 对吧 因为大家很清楚 这会彼此升级 在今年 特别是不可能下台 所以这个中国的环石也说 说这个闹剧之外 也承认说 这个贸易战 现在从这个小院高墙 走向了大院围墙 所以这个事情啊 是弄得越来越难搞 但是我看 很难下得了台 但这个事情呢 不做也不行 所以恐怕最后 也不幸啊 这个事情做的也是对的 也是没有不进来更好的方法 但是还是美国消费者 纳粹人呢 我们大家掏腰包 那希望这个呢 不会引起太多的 这个好不容易上下一点的 同货风筝 因为川普2018年 是3000亿美金 那么多 300个比例 这一次呢 只有180 18个比例 但是希望呢 不要引起这样子的一个后果 所以挺头疼的 其实川普政府 当时那个3500亿的 很多的关税 在拜登上台之后 依然是保留了 就我们看到这个USTR 美国贸易代表的 他们的这个政策 还是比较连贯的 然后特别也看到 这个每一次的白宫的 不同的这个部门呢 他们其实总是有不同的偏好的 比如说感觉财政部呢 就始终是比较鸽派的 对中国 在川普政府任内的 其实Mnuchin 其实就是在这方面表现的 对中国是最温和的一个官员 那在这一届政府 其实耶伦也好像保持了同样的风格 反正中国政府呢 最喜欢的就是美国财政部长 来的时候呢 就格外看待 最不喜欢的可能就是说这个国务卿 对吧 因为国务卿永远都是 以一个好像有意识形态 有这样的一种争夺 然后对贸易代表也是非常不客气的 可是我也有时候在想 就是说 很多的这种贸易的政策也好 外交政策也好 它确实是一个内部政治的一种延伸 比如说中国刚才上阳提到 曾经想在供给侧进行改革 其实就是说这个改革改革到现在呢 就可能改不太动了 当时这也是在习近平日内 习近平也希望觉得说 这个房地产这么继续往下走 只是死路一条 我们不能再去用这样的一种 非市场的方式去搞一个 其实是庞氏骗局的一个最终的结果 但是呢 其实这个做的事情是对的 但是这个短期的这种阵痛呢 其实给我觉得它内部的政治 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而它这个本身内部的政治压力 是怎么形成 是因为它并没有一个民主的决策的体制 它不能够让所有的意见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比较完整的彻底的交锋 所以它是非常偏执的 它一旦 而它自己权力体系 因为又是独裁 实际上是不是很稳定的 使则很多问题被掩盖 解决它的最好的时机了 而我们最近看到的趋势是什么呢 可能供给侧的改革就停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还是要加大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这样的一个 往往往出输出输出的这样的一种能力 同时我们听到的最新的消息说 中国再一次准备 用天亮的货币去重新注入房市了 也就是说房地产这条路 还是觉得说我们如果说所谓的 不改革呢 就是等死 一改革呢就暴毙 对吧 就是越改呢 其实它的风险越大 这个风险其实是一个政治上的风险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挺悲哀的事情 就是现在目前中国所对外表现出来这样的一个姿态 以及对内所产生的这种 其实恶性循环的这样的一个 好像头疼医头的这样的一个短期行为 更像是说一个已经生病的病人 然后只是不停的在给他打止痛药 而美国呢 虽然说很混乱 就是这么多年我们看到两党政治 这些互相扯皮 然后互相攻击 然后好像也没解决什么事情 但是呢 你又从某种程度上看到 其实它这样的一个 比如说国会这样的一个机构 它其实因为人们要在里头 所谓的有这种纸牌屋的这种交换利益的 这种微观的操作呢 更容易不出现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全部地区 所有都抢一个金娃娃的情况 我觉得这是一个民主的自然的 或者说上帝给予我们人类的一种智慧 也就是说我们能够通过立即但是同时尊重别人的一种协商的精神 也许这是最不坏的一个选择 最后安排出来 就是说大家其实还是按照自己所擅长的东西继续合作 而不是说我们全部就是说看到这个东西赚钱 所以我们拼命都要去抢这样的一个东西 你看最近有一个什么例子 就是说上海附近 我不知道是苏州还是哪 想建一个国际机场 然后上海就不答应 他觉得说这个东西影响了我这个作为我这个地区中心的一个利益 那这个东西在一个我觉得不是一个民主的体制里头 它更难去商议去找到一个好的办法 你很难想象说这些全国人大代表 甚至说政治局的这些人 他们能够真正的为他们的百姓去议论这个事 而美国的国会的这些议员 他们再怎么样的无能再怎么样的腐败 他不敢去不为他自己的选民去呐喊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本质的区别 然后中美走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的时候的这种冲击 他确实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文明的不同 他因为这个文明而孕育的这样的一个政治体制的不同 我就是觉得说可能亨廷顿老人家当时的那个预言 可能还是某种程度上是真的吧 是的 其实讲到的这个最后的冲突的起源就是来自于文化 那么实际上或者是价值观 那么这一点的话在这个贸易战当中也是得以体现 我们还记得在过去 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讲这个中国的产能过剩 是因为克林顿政府是希望将中国引入到WTO 然后国际贸易组织让他可以通过做生意 能够影响他 以至于他改变他的政治体制 改变他的价值观念 改变他对人民的对待 可是呢现在没有人再会去相信当初克林顿那个天真的梦想 那么因为现在大家都醒过来了 以至于中国在出口方面他的国际环境已经改变了 所以过去他可以通过清销的方式 通过其他的方式能够很顺利的把剩余的产能从国内转移到全球市场 现在就更加困难 因为大家都更加的警惕 那这是第一个 第二我不知道说是应该讲磨高一尺倒高一丈呢 还是倒高一尺磨高一丈呢 或者干脆引用马克思主义的讲法说 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呢 因为美国对中国的产品征收关税 因此中国始终在寻求一个对策 那么这个对策现在也披露出来了 希望拜登政府能够有所警觉 就是什么呢 就是通过其他国家把中国制造的标签改成其他国家制造 然后来规避关税 两个国家越南墨西哥是首当其冲 因为在过去四年当中 中国经由墨西哥对美出口的出口额 从2018年的53亿增加到2022年的105亿5000万元 也就是增加了一倍多 然后到了越南呢 越南是在同样的时间也是从15亿7000万增加到了30亿2000万元 那么这些都是有案例可查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通过越南大量请销 加剧石墨等等其他的产品 那么现在听说拜登政府已经引起重视 已经威胁向越南增加关税 如果越南不停止用这样的一种的方式来帮助中国逃避关税的话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还没完 那么本来这个北美贸易协定是为了共同发展这个北美三个国家 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的经济 可是现在你看比亚迪也要在墨西哥建厂了 还有其他很多的企业 他们也纷纷的要去墨西哥建厂 这是不是也意味着这个在双方博弈的过程当中 他们都看到了这可能是一个通道 那么我们可能会利用这个后门来规避现在拜登政府对的七项产品所增加的税呢 这个我们还是要看不管是现在的拜登政府 还是将来的也许川普政府 那么是否能够识破这一点 并且有一定的对策来防止这样事情发生呢 所以我想这样的讨论可能还会继续下去 的确刚才邵阳讲的不是理论 在我们现在所在的科技产业 我就看见中国的公司在越南设厂 然后到美国来 我也看见中国的公司在美国设一个小公司 然后呢就变成了所谓的美国公司 它有可能在墨西哥社工厂 所以希望这些的确需要稍微再思索一下 的确确这个唇枪舌剑一来 你来我往是恐怕是要继续演下去 那我们的贸易署和我们的这个Trade Policy 看来也得持续的要演进 不然那就真的是白忙一场 那最后呢还是被这样一个反市场机制 在国内呢影响了民生 影响了这个选民的工作 然后还是有钱呢 又还是付了关税 所以我觉得这个挑战是挺严重的 希望不管是戴琪或者是财政部长 耶伦或者是这个整个整体的内阁 还有美国的这个竞争力的委员会 甚至科技的这个都得持续的加把劲 才能够 目的不是继续升级 而是得聪明一点 不能不能够总是在后头在围堵 因为这样总是慢一步是不行的 我记得拜登总统前一段时间还说了一段话 大概意思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要去给中国加这些关税 主要是说我们需要一个这个话说了很多年 历届总统都在说 就是需要一个平的赛场 就是说ground要level的 我们不能说竞争的时候人家站在高处 我们这个地方本来就比较低 这就很吃亏 所以就是说所有的这些就是因为中国的一些的 比如说补贴也好 其他的这些practice导致 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市场的手段 他是用这样去跟选民去沟通的 但是同时我们确实也看到 就是说我们一方面看到是一个很显然 是真实的所谓的产能过剩的一个中国 但是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一个 在很多领域一事无成的美国 就是他确实有很多的领域坐吃山空太久了 他可能享受了太长时间的这种低价商品之后 其实一方面觉得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努力就可以 这些都是我们配得的 另一方面其实我觉得很多的这种中下层的工人 失去了这样的一种工作的意义感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美国在很多地区展现的一种精神 其实这和人的这种抑郁是很像的 就是当我们觉得说我们其实只需要享乐就好了 我们只需要快乐追求快乐 而不考虑说其实这个工作是带给我们一个巨大的意义感 和真正的稳定的一个幸福感的时候 他就比较倾向于抑郁 而这个抑郁又会表现出来就是我们什么也不想干 对吧 甚至已经有工作机会的时候 他仍然挑三减四去不做 这是美国的问题 中国更像是说如果用一个人来形容的话 就是很没有安全感 心里头充满了恐惧 觉得说我不得不过劳死 我恨不得一天工作18个小时 我才能够真正的囤活 其实这都是一种很悲哀的这种世界 现在目前的贸易的这种冲突的 我觉得后面人的这种精神 但是我觉得确实 上帝造人的时候 本来是希望说人去管理伊甸园里头的所有的事情 本来是通过工作给人一种意义感和真正的幸福感的 而我们没有看到 如今的就是说好像一些人是为了工作而生活 然后另外一帮人是说我只要生活 我不需要工作 这是我觉得这个时代的一些特别的景象 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我们的龙门镇这样的一个 谈论这个时代的一些大的地缘政治的 甚至文化的科技的贸易的一些冲突 其实也提醒我们自己 我们应该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再见